左邊的被訪者由於不想暴露身份 我們暫時叫他做阿良 十七歲的阿良 八九年讀中一的時候 已經加入黑社會 他和黑社會的朋友 四圍哈哈爸爸 沒多久學校知道他的身份 於是叫他當時成立了 沒多久的洗脫三合會會 直審處洗底 否則就趕他出校 我洗底時都是帶著一個 長回學校讀書 認父母的心理 就是完全沒想過對我自己的幫助 想加入這個計劃 這樣來說就跟我說 你不要再出來玩了 如果是凡事的 有權告我洗底條例 阿良獲洗脫三合會會席之後 試圖重新做人 不過這樣只是維持了一個月 又重新在黑社會裡面互約 他說獲洗底之後 當局沒有安排任何輔導給他 因為實際來說 我那時候洗的時候 我想到可能會有 就是一個月就想 可能會有社工 或者各樣來接觸我 慢慢他又沒有消息 洗底計劃在九一年中結束 保安科的官員說 會在適當時候再檢討 需不需要重開這個計劃 就算了 我們就算了